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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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朋友 阿彌陀佛 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 《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三日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在FM104.6波段播音 播音时间是下周1点35分到2点05分 星期一是国语火音 星期三是广东话火音 星期五是英文的学学感作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继续公布《宁严经修学法要》 我们先来念佛 那么本师释迦茂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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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严经修学法要》是台湾政界法师国语主讲 我们看着法师的讲稿用广东话和大家翻译 今天是去到第24讲 请一起收听 请提经文 在这个生灭和不生灭的道理呢 这样来到观察佛陀呢 就要阿难尊者 予当照明 就说你自己去照料 在这个世间上 只要是造作之法 也就是说 他是要假借有为的造作去创造出来的 他既然有生 那自然是会有变化 乃至于消灭 举个例来说 你看 世间上只要有造作的 什么东西不变坏呢 有造作的 什么东西不消灭呢 就举例 你建一个屋 这个屋本来是没有的 你把它创造出来 那这个建屋是要去造作嘛 那这个屋呢 被你建出来之后 表示什么 就是说 这个屋总有一日 只要假借因缘造作出来的东西 他都会随信因缘的别离 而破坏了 哎呀 那怎么办呢 经文说 而中忽文烂坏虚空 何以估 空非可作 由是始终无坏灭故 只有一个东西是不会被破坏的 就是虚空了 为什么呢 因为虚空不是有为的因缘创造出来的 所以他不会有所变坏 这段经文 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的心 有些 它是造作出来的 有些 是你本来 是就有的 你看 你攀完一个佛像 那佛的功德上 是造出来的 它是有为诛法 佛陀必须有因地 六波罗蜜的功德 才有这个佛的相葬出来 那佛像也会因为因缘而消失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 你本来就有的 所以只要是经过造作 才有的心态 都不能够当因地佛心 你要找一个你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是造作出来的心 你安住在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 不管你因缘如何变化 你临命中的时候 乃至诸根败坏 眷属舍离 你的信心永远不动摇 因为你的心 是住在一个非常坚固 不可破坏的一个基础 所以 这里的发菩提心 它不是一般的发菩提心 是要产生一种坚定 不可破坏的菩提心 你的菩提心 是要坚固 你产生的力量 才会坚固 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下很多的例 一路走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家居士 他修行了十年 二十年 乃至三十年 他能够保持最初发心的 真是没有多少个人 在这个菩提道上 继续往前走的 你看 有些人 他走得很快 但是到最后 跑到 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就因为 他用的是生灭心 好了 现在问题 大家想想 究竟什么是生灭的菩提心 什么是不生灭的菩提心 了解 这两个生灭 不生灭的菩提心 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开始要付出行动 开始去返往归身 去创造未来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有一个愿力 即是一个愿景 在这个当中 首先你要知道 你的菩提心的蜡烛点 究竟是生灭 还是不生灭的 我们看看以下的两段 第一 说一下世俗的菩提心 这个人他的思考模式就是 众生无边世怨道 烦恼无尽世怨断 法门无量世怨学 佛道无量世怨学 佛道无上世怨成 分开四种 刚刚就配了虎杂灭道 这四种世怨当中 其实菩萨是有两种的 第一种 就是说悲憎上的菩萨 他在愿景的时候 他愿的大部分都是众生的上 众生的苦恼上 他沿着这个而发心 这种人 我们称他为悲憎上的菩萨 就是启动了他修行的动力 来自于众生的苦 称之为悲憎上菩萨 第二种 有些人 他的发心是圆佛的功德 他为什么愿意放弃他生命的享受 还要睡少点觉 或者吃少点 他要减少他的福报的受容 而修学 因为他看到佛的功德 那他圆佛的功德而发心 他是偏重在智争上 那这两种菩萨又有什么不同呢? 悲憎上菩萨的修学 你看他大部分的时间 都不是在佛堂 他是在人群之中 那个陈奴的世界 去和别人助念 或者去做义工 这种人是悲憎上的 他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和众生打成一片 当然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和坏 人生就是你自己的抉择 这种菩萨在成佛之道当中 就先成个福报 再成就圣道 他成就圣道的时候 就会比较迟些 这个智争上的菩萨 他的生命当中的时间 大部分都在佛堂 或者他去打佛七 或者去听经 因为他偏重在上求佛道 而悲憎上的菩萨偏重在下化众生 所以我们说上求下化 其实这个过程是有所偏重的 没有一个人两方面都具足 不太可能两方面都具足 总而言之 菩萨是有两种 一个是元众生上而发心 一个元佛道上而发心 就产生了卑志 智争上的菩萨 他会先成就圣道 而再成就福报 总之 只要你元众生上也好 元佛道也好 只要你发起了菩提心 你就是一个菩萨 你就有菩萨的介体 菩萨的介体 也有两种相貌 在《余骑思对论》说 第一 一个人受菩萨界 和没有受菩萨界 有什么差别呢? 受了菩萨界 他当然也会犯过失 但是 他是怎样的呢? 他就是衰作恶业 触疾能辉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做了一个 身口意的过失 你到晚上的时候 咦? 你自己会检查出来 那你这个菩萨的介体 就很强 这个防非止恶的力量 虽然作恶业 就是蓄疾能够悔改 有那种增上的惭愧 你今天说一句 去伤到别人的说话 你自己都不知道 到晚上都不知道 那你的介体 可能就很弱 你那个防非止过 自我反省的力量是薄弱 所以你检视菩萨界体 就在这个因地来检查 第二个是说果报 就是衰度恶趣 忠不久留 发了菩提心的人 即便这个菩萨由于过去的罪业 墮落到畜生度 俄弱度 地狱度的恶趣 它很快就跳出来了 所以参公师傅 时时说一句说话 发菩提心是逍遥自在的 你一个人发了心之后 你的业就改变了 你那个重大的业力 就被破坏了 真正发心的人 你即便堕三恶度 也很快就会出回来 你看 某甲和某月在过去生 两个同时做了一个重大的罪业 两个人同时变成一只蚂蚁 但是这个某甲是受了菩萨界的 它变成蚂蚁的时候 它那个菩提心的界体 发生了作用之后 它很快就从蚂蚁当中 产生了真相的惭愧 它那个蚂蚁的寿命 不会太长的 有些人做蚂蚁 是要做八万大劫都做蚂蚁 乃至做到七佛出世 它还是蚂蚁生 你看看这种人 根本就没有界体 所以一个人堕落到三恶度以后 他跳不出来 这个人因为没有发心过 他没有界体 没有那种防非止恶 灭恶生善的功能 所以这个界体的确是有它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界体 你要坚固 你就必须要提升到 圣异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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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就是自圣众生世愿道 自圣烦恼世愿断 自圣法门世愿行 自圣佛道世愿成 法法都消归自圣 我们刚开始发心 的确是要假借外在的相撞 这是绝对正确 所谓圆境发心 圆众生的境 圆佛道的境而发心 但是最后 你要将它 坚固回归到一念心性 你要告诉你自己 所谓的众生究竟在哪里 其实就在你的心中 所谓的佛道 也都在你的心中 他们都只是你心中的一个影像而已 你是假借这个影像 来到开显你真实的功德 叫做借相修心 法心呢 就要假借这个相撞 是没错 但是你那个相撞 要回归到你的内心 借那个相来到修心 你才不会退转 你看我们自己做 增期教育十几年 我实际上呢 亦都带领了那些新生 十几年 一个苦怒的众生发心 我们从辅导 然后陪着他拜佛 帮他开示解决他的烦恼 然后开启他的智慧 创造很多恩怨 让他收福报 好了福报不错 到他收好之后 他就走了 就离开了 那你会怎样上呢 你如果要住在这个众生上 你肯定就会退转 所以菩萨住上修行 你会有挫折感的 你是会受不了的 但是 你是想说 我假借这个众生的上 借假修真 我因为众生这个恩怨 而启发我自心福德自慰之良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就由一个众生无边世愿度 而提升到自性众生世愿度 如果你受了菩萨佳 你现在还有挫折感 表示你的心是住在外境 只有这个情况 没有其他原因 我告诉你 外境是不能够住的 因为外境是你不能够控制 外境是你过去的业显然 我们菩萨是要有上 没错 但是你是假借这个上 因为你没有上 你又不能够收 借上修心 不是说教你整个是住在这个上状里面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就叫做心随境转 就不是在这里修心 所以如果你受了菩萨佳 你在这个众生的世界里面 是要断恶修善度众生 如果你搞到最后自己是心有千千结 那就表示你是住上 是不可以这样的 你这个菩萨界 菩萨道是走不得远的 而且这样搞法你的功德是不会大 第一个你是不够坚固 第二个你功德也都不会圆满 那我们是应该怎样呢 我们是要从世俗的菩提心 而提升到圣意的菩提心 你要知道众生上佛道的上 这个是我们借假的上状 是用来启发我们内心的本性功德 所以你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开显你自性的功德 来做这件事 接下来我们看下这一段 《交互混用》 西族菩提心的上状 和圣意菩提心的深性 是如何运用的呢? 以下我们看下 《带城喜信论》的一段文 《文何分杂起淨法不断?》 所谓已有真如法故能分杂无名 以分杂因缘力故 则令妄心 厌生死苦 拗求涅槃 以此妄心 有厌求因缘故 即分杂真如 这段文是马明菩萨讲明 如何来做一个正法分杂 修行就是正法 以正法来到分杂厌法 使令正法的功德不断生起 我们现在承担了过去的妄想 那如何将妄想 转成真如呢? 这里讲出三个次第 第一 安住力 所谓已有真如法故 能分杂无名 首先你要安住在不生灭心 不要向外攀缘 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清静心 依止这个安住力 不随妄转 慢慢折损无名妄想的力量 第二个是调伏力 因为你不断的分杂 这个分杂就是假借这个上状 能令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 就是厌生醒苦 抗求裂盘 所以我们修行是要借上 虽然你安住在不生灭心 你不是什么事都不做 你还要去借上 我们要假借观察众生的苦路上 那你说什么叫做厌生死苦呢? 举个例子 有些人会执着今生 尤其福布大的人 今生就放不下 你看他过去的善业强 身体又健康 身上又庄严 财富又巨足 卷属又美好 这么好你又怎么办呢? 你要用无常的相来观察 其实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 你就什么全部都会破坏 所以由无常观的思维当中 来到熄灭对于今生的执取 第二种人 他对来生是有期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今生过得很痛苦 他将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来生 那怎么办呢? 就要思维三恶度的痛苦 你今生做了善业 那要感到你来生就快乐 但是你来生快乐的时候 菩萨在安乐的环境 是容易产生放日 如果放日再造业 那就堕落了 这个叫三世冤 所以你对来生有安乐的祈求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这个快乐的果报之后 下一个就是三恶度 这个所谓就是三世冤的因果 所以人天的因果有三世冤的危机 很容易第三世就要堕落了 我们透过无常 和三恶度的苦 观察这个假常 产生厌惡生死的心态 也观察涅槃的安乐解脱功德 产生好咬的追求 这个我们叫做调伏 在安住的时候是无相的 调伏是要借相的 最后以这个第六意识的 凶、假、中、三观 来产生厌惡和因求的相状 再次加强你的真语分杂 这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我们一开始 就是安住在无相的真语 所谓的安住在体上 就是心性的本体 然后衣体起用产生相状 那么这个相状又再加强我们安住的本体 参公师傅时时说 医体起用 用还照体 即是说 医子不生灭的体 而生起菩萨六波罗蜜的作用 但是所有的作用 又再开显你的本体 也就是说 你本来是一分的安住 这样就产生一个六波罗蜜的相状 这个相状又再加强你变成二分的安住 你安住的力量就更加深 这二分的安住又产生一个相状 又产生三分的安住 所以 由一念的深性 产生六波罗蜜 又六波罗蜜又加强你一念的深性 就构成一个 无不从此法界流 无不还归此法界 以一心真如 开显六波罗蜜 以六波罗蜜又开显你一念深性 就是所谓的 以此妄心 有厌求因缘的相状缘故 又再一次分杂真如 由无相的真如 产生菩提心的相状 由菩提心的相状 又加强你的无相的真如 如是这样展转 就产生一个不生灭的功德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我们说安住是无相的 但是你说调伏 那你就要假借这个众生的相状 来到远离 假借佛菩萨的功德 来到恩求 你才会产生一种前进的动力 但是 你所有的动力 都是以此无相的清静心 才能够坚固 在这里我们开始讲到修行的观念 各位你就要好好地去体会 我们身为一个正土中的修学者 当我们开始在佛堂中 议佛念佛的时候 就是这样讲 当我们明了的心 和阿弥陀佛的圣号 一接触的时候 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会产生两种强大的力量 一个是我们内在的心灵的力量 就是我们那种归依的心 另外一个是外在的弥陀四十八元 这个强大的加持力 所以心力和佛力的结合 这两种力量在交互作用的时候 我们称为感应道交 感应道交 从两方面来说 我们平常在感应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 是烧我们的业障 增长我们的福报 但临终的时候感应道交 就是使我们大业往生 求生正土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静土中的修学者 他整个生命的目标 就是追求一件事情 就是追求感应道交 想尽任何办法 和弥陀的本源 能够深深相忍 感应道交 那你就成功了 那你说感应道交 到底是一个什么相话 古德又说 千光有水千光月 月亮是高高地挂在空中 充满了广大的光明 那我们没有光明 我们就希望将佛的光明 转成我们自己的光明 那怎么办呢 所谓千光有水 你就是将一个面盘的水 准备好了 这个月亮的光明 就会映进去 感应道交 说得清楚一点 就是将佛的功德 转成你内心的功德 所谓转他成智 那站在一个转他成智的角度来说 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力 佛陀永远都居在被动的角度 所以我们修正土的人 要知道一个真相 佛陀没有办法主动来救佛我们 是不可能的 好像月亮虽然有无量的光明 但是他不能够主动地照耀我们 我们必须要将水准备好 那月亮才能够成就感应 所以我们的心灵力量 永远都是居于主动的地位 这个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 我们今天在念佛的时候 你释放出一分的力量 佛陀就给你一分的感应 你释放出的三分的力量 佛陀就给你三分的感应 如果你是释放出十分的力量 佛陀就给你十分的感应 李悦经修学法谣 广东话翻译部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 我们非常感谢政界法师 我们愿意电台播法学的功德 回向世界和平 一切众生 业障消除 尼虎得乐 好多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一个节目时间 和大家在这里再见面 拜拜 拜拜